他仅用七年就获得跆拳道黑带七段认证 曾经一脚踢死挑战者 巅峰时期称霸香港影坛 连成龙都差点被他一脚踢毁龙 甚至就连日本热血漫画龙珠 都是以他的原型来设计的反派 可是就在最辉煌的时候 他就选择弹出影坛回国经商 他就是香港四大腿王之一 人称阎王身腿的黄正丽 称霸香港武打影坛的黄正丽 其实是个韩国人 小时候的他就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武学天赋 那个时期跆拳道正风靡全球 从小就喜欢武术的他自然也是身陷其中 14岁时他就开始学习ITF跆拳道 仅仅用了七年时间 他就完成了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达成的成就 获得了跆拳道黑带七段的认证 并且所学的都是实战性技术 拳和腿的完美融合 让他在远距离和近距离中都能达到很好的攻击效果 在实战中往往能够一击制胜 曾经黄正丽作为总教头跟随韩国军队参与了越战 职位就像是水浒传里的豹子头林冲一样 当时南越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刀客 得知他的厉害后就前来挑战 当时为了维护国家荣誉 黄正丽被逼无奈只好接受 在众人的围观之下 他仅仅只用了一个飞踢 就踢中了这个南越刀客的太阳穴 结果导致他当场暴毙 虽然是个无心之举 但也证明了他腿上功夫确实厉害 这一场比试 不仅让他获得了同胞们的热烈掌声 同时也让他在韩国名声大震 之后一些影视公司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想以他的名气来带动自己的电影 但那时的韩国功夫电影 已经出现了衰败之势 他接连出演了好几部电影 都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而那时香港电影的发展势头却十分的好 被称为香港电影教父的吴思远 也正在筹备一部 名为南拳北腿的功夫电影 主角已经确定为刘家良和王道 但是反派却迟迟找不到人来演 选了好多个人都不满意 几经波折后最终找到了黄正丽 而此时的黄正丽也正打算来香港发展 得知吴思远的邀约后便欣然同意 于是才有了后来那个 鹤发童颜的大反派林胡 影片中的他凶狠的气质 让人不横而立 仙人一般的外表下 却有着歹毒狠辣的内心 再加上他的华丽精准 招招致命的腿弓 林胡这个形象被他塑造的十分成功 不出意外 电影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好评 他也因此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而银胡也成了他最有名的绰号之一 之后更是拍摄了经典电影 鹰爪铁布山 这次他在里面也是饰演 满头白发的大反派 影片中他用灵力很辣的鹰爪弓 与另一位腿王刘忠良的对决 让人看得十分爽 黄正丽以鹰爪弓 对战刘忠良 举火聊天室的招牌腿弓 一招一试 尽显两人的真功夫 现在再看 依然是让人浑身一震 你中计了 我的气门不在这 这些影片让黄正丽 开始在香港影坛有了一些名气 不过却不足以让他大火 后来与成龙合作的 蛇形雕首和醉拳 才真正让他名声大噪 蛇形雕首是黄正丽 用鹰爪弓和成龙的蛇拳对决 鹰爪的狠辣和蛇拳的灵活 都让我们看得是热血沸腾 也正是在这部电影中 黄正丽的腿弓 开始大晃一彩 一次在与成龙拍对手戏时 黄正丽因为一时没有控制好力度 成龙的眉骨都被他踢伤了 与此同时 眼角也被踢得变了形 当场就是血流如注 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了成龙大哥 一个眼睛变成了双眼皮 看到这个变化后 成龙大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另一个眼睛也割成了双眼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黄正丽的一脚算是直接给成龙大哥整了容 而后来在醉拳里 黄正丽更是将他的跆拳道功夫 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虚手十发的醉拳 对上灵力迅捷的腿法 真的是拳拳到肉 腿腿成风 招牌动作凌空三段踢 也是既漂亮又有力度 杀伤力十分巨大 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次的拍摄过程中 成龙大哥又被黄正丽 给一脚踢掉了一颗牙 虽然这两部电影 让成龙遭罪不少 但黄正丽却凭着 这两部电影名震亚洲 风头甚至盖过了主角 他也由此成为了观众们 心目中的腿王 而他的形象更是给了日本的热血动漫 龙珠的作者 鸟山明很大的灵感 里面淘白白的形象 就是以他的原型设计的 之后更是参与拍摄了 比较出名的电影《富贵列车》 这部影片是真真正正的阵容强大 红金宝 袁彪 林郑英 鲁马等等好多明星都参与了其中 黄正丽更是在里面扮演功夫最厉害的日本人 台词虽然不多 但出手利落 随便一个灵通三角和转身踢 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而这部影片也完美地展现出了 他那极强的身体柔韧性和惊人的弹跳力 夜内人士看得都是心服口服 靠着出演反派出名的黄正丽 也曾想过要走正派路线 但奈何他的反派形象已经固定 实在是没有哪个导演敢以身犯险 无奈之下他只好亲自上阵 自导自演了一部名叫《借刀杀人》的电影 他以正面人物的角色担任男一号 但可能是因为他的坏人形象 太过深入人心了 导致影迷们对此并不买账 所以影片上映后反响平平 最终黄正丽的转型以失败告终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转型正派的失败 也印证着他反派形象的成功 他那华丽迅捷的腿法 让很多的夜内人士都想和他合作 但又怕抵挡不住他的攻击 毕竟就连成龙都被他两次破下 后来随着香港功夫电影进入了低潮期 也可能是因为外出太久 死你家乡的缘故 已经46岁的黄正丽很少再接电影了 他选择返回家乡韩国冀州经商 后来的他经营了一家高尔夫球衣的公司 并且在首尔还开了一家旅馆 转眼间从功夫巨星 编身成为了霸道总裁 闲暇时他更是开设武馆传授功夫 日子过得也算是轻松惬意了 虽然已经不再拍摄影片 但他本人并未放弃对跆拳道的追求 在2003年他取得了跆拳道黑带九段的认证 要知道这个认证可不仅仅只靠功夫就能取得 他更需要的是舞者本身对跆拳道做出的贡献 可以说由此黄正丽奠定了他的宗师地位 那个时代的香港真的是人才辈出 一拳一腿之间都是真功夫的体现 现如今虽然打青们都已经纷纷老去 但他们的那些经典角色却永远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就如同黄正丽一样 曾经威风连引的大反派 现在也就如同一个慈祥的大叔一般 年老和沧桑带走了他曾经的棱角 但他给我们的记忆却值得永远感激和怀念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